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介绍一下兰花 我们都知道啊,兰花呢,它是比较焦弱的 如果养护不当啊,特别容易出现一些病害 特别是锈斑病 什么是锈斑病呢? 锈斑病就是它这个叶片上面呢 出现了这种像铁锈一样的斑点、斑块 那么这就是锈斑病了 那么锈斑病的话呢 我们一般是以预防为主 主要是药多通风 然后呢,给它配置疏松透气的土壤 然后呢,平时呢 每隔半个月到一个月呢 给它喷洒一次杀菌药剂 这样就可以起到预防的效果 如果啊,很不幸 我们出现了这个锈斑病的情况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将这个已经生了病的叶片了 给它清除掉 然后再给它喷洒这个杀菌药剂 大概了一个星期 喷一次,大概两到三次呢 就能够起到非常好的效果 这种杀菌药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选择病环错这种杀菌药剂 特别适合锈斑病 黄花锈斑病呢 我们最好还是以预防为主 因为一旦出现了锈斑病的情况啊 想要治疗了也是非常麻烦的 好了,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治疗锈斑病的小技巧 我们下期再见